你 抓我干什么 老板 你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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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肚子 快起来 这个石桌不是一般的坚硬 别笑我 力大无穷 坚硬无比 别笑 我来试试 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就以你这点火力 想要融化这个柱子 便要等到海蛊湿烂了吧 这种事 也是我来吧 我九龙神火都没笑 你能怎样 我风啸歌虽然是玉树林峰 长啸当歌为招牌 但是风火轮的名号 绝对不是该的 一我每半个时辰 就可以快速旋转 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次的速度 这块破石 想要磨烂的 绝对不是问题 好了 来 你们让一让啊 小心我的阵波 快伤到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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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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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族大帝 你怎么来了 南木城 你想再回云仙洞 住个五百年吗 老妖怪 我问问你 你抓我们来想干什么 暗黑火龙 这几位都是我大帝魔宫的贵客 怎么可以这样招待客人呢 禀大帝 这可是魔宫中最坚不可破的时劳 大帝尽管放心 你们屡次破坏我称霸三界的计划 罪该万死 不过你放心 我会好好对待你 其他人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 你看着我说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不用在此大了 就算我不干预你的事情 你的野心也不会得逞的 四海如今已经被我们蛇姬公主掌管 你一个水族公主也无回天之力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妖帝的阴谋啊 不可能啊 这妖帝的脑袋也太笨了 这这这这这这 你跟我开玩笑吧 我也觉得是在搞笑 按道理说 这妖帝怎么着 法力也应该不弱吧 不是不是 他有师尊说过 妖帝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手下败将 原来如此 老妖怪 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想让小爷帮你回味回味挨动的滋味吗 放下 放下 老大 老大 哪吒 大帝 哪吒和风啸歌最擅长胡言乱语 转移他人的注意力 你可千万别上他们的道 你可千万别上他们的道 抓我干什么 老老快 你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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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 我打死你 这点力度正好给本王挠痒痒 老老怪 老大 你还不放了小龙女 冷静点 你生气的样子 让本王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得很啊 本王欣赏你 我们陪你 小龙女 你没事吧 把他们给我砍好了 等我出去 一定砍了那个老妖怪 我没事 我没事 好 看来我们练兵之法颇有成效 不愧是我水族精锐 魔王殿下 怎么 小龙女找到了吗 回太子 属下已经在流云镇 婆娑岛等多个地方 打探到了公主的消息 只是属下刚到的时候 公主就已经离开了 所有地方都找过了吗 都找过了 都找过了 不过 怎么 只有一个地方没找 什么地方 魔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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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帝 大帝 方才小龙女对大帝如此无礼 大帝为何不教训她 大帝 属下愚昧 还请大帝明示 刚才 看到小龙女在牢房里 宁死不屈的样子 很有本王年轻时候的风范 当年本王修炼出城纵横三界之时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决定不夺走她的性命 而是把她收为自己的干女儿 可是大帝 这小龙女是蛇姬公主的仇人 也是你雄霸三界的绊脚石啊 不错 若是连水族公主 都归顺妖族 那我们 就会少了 很多的敌对势力 这都不懂 属下知错了 好了 是时候通知公主了 火龙使者 你素去龙宫告知公主 本王的大事 是 暗黑使者 属下在 这段时间 你就帮本王筹备履行仪式 这魔宫已沉寂了五百多年 是时候该热闹热闹了 属下遵命 大弟 那哪吒该如何处置 是否直接处死 以绝后患 方才他受本王一击使 本王这才看出 所谓什么烦胎复生 只不过是太爷老头搞的鬼 几百年前 本王听说他座下 有一徒儿叫做灵珠子 后来却杳无音讯 再后来哪吒又败入昆仑仙院门下 与他再结为师徒 这个绝对不是巧合 大弟的意思是说 哪吒就是当年的灵珠子 死而复生结盟水族 这都是太爷真人一手策划的 今日哪吒受本王一击 本王从他身上 察觉到太爷老头的功法 看来在太爷老头眼中 这哪吒是非同小可 他不但帮哪吒重塑新生 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功力 传输给哪吒 看来这股太后正一气中间的正气 定与那哪吒是脱不开关系的 本王一直怀疑 哪个哪吒三番五次 当务本王的大事 与那正气息息相关 如今算来 定是哪吒无疑啊 大弟的意思是说 太爷真人将他的法力 传给了哪吒 若不趁机把他给杀了 岂不是后患无穷呢 先不用那么着急 眼下倒可以留他一条性命 等仪式完成之后 我再将哪吒练为仙丹 并对本王恢复功力大有必义 太爷老头儿与本王相搏这么多年 料他也没想到 他一心保护的徒儿 如今却为本王所用 大地英明